热点时评 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 许志勇博士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自辩词 作者 许志勇 播讲 夏秋年 中国数字时代编者案 4月10日已被关押三年多的中国知名人权捍卫者许志勇和维权律师丁家喜 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重判14年和12年 本文是许志勇的自辩词 由人权律师滕彪提供给中国数字时代发表 1.公民运动 你们指控我颠覆国家政权 所谓犯罪事实 倡导公民运动 写作美好中国 非暴力理念交流 公民线下聚会 我无意自辩 因为决定我们核实自由 中国核实自由的 不是你们的判决 而是浩天的意志 然黎明将至 为中国之美好未来 有必要再次阐述公民运动 公民运动是倡导国民做真公民的行动 把公民的身份 权利 责任当真 理性地推动国家社会进步 最终实现民主 法治 自由 公义 爱的美好中国 把公民的身份当真 我们是公民 不是权力面前卑躬屈膝的臣民 不是王朝轮回中默默无声的蝼蚁 公民是国家的主人 定期以选票决定哪个党执政 谁是执政者 把公民的权利当真 选举 言论 结社 集会 游行 示威等等 写在世界人权宣言 也写在中国宪法里的自由权利 我们当真 我们有言论自由 不能以敏感有害等借口肆意剥夺 我们有选举权 不能以间接选举 指定候选人压制竞争等方式操控剥夺 把公民的责任当真 中国是人民及全体公民的中国 不是哪个家族哪个政党的中国 作为公民 我们追求民主 捍卫自由 维护公平正义 把民主当真 把自由当真 把你们挂在墙上的核心价值观当真 把百年来知识人人高举的民主自由旗帜当真 当真而已 这就是颠覆你们的政权 公民运动倡导现代文明公共生活方式 我们相信 政治不是打江山 做江山 为权利私欲不择手段 而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 我们设置的公民标识 民国蓝底色 孙中山先生的首纪公民 并以此制作了公民徽章 文化山 雨伞 水杯等 传播公民理念 我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推动废除收容遣送 参选人大代表 就重大公共事件发表意见 提出建议 我们热心公益事业 救助地震灾民 帮助藏区小学生 阻止北京动物园强制搬迁 我们是公益律师 是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 是小区业委会成员 是环保志愿者 是意见领袖 是追求自由 热爱民主的中国人 自己做公民 一起做公民 服务社会 培育民间社群 全国连接成为公民共同体 公民运动的目标是 自由 公益 爱的美好中国 自由是人之天性 是国家社会的永恒目的 无爱他人 随心欲 有爱他人 互平衡 思想言论无禁区 权力责任相适应 公益是自由的合理边界 是尘世间的公平正义 强有制约 若有保障 各思其职 各尽所能 各得其所 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 爱自己 修行此事 完美灵魂 爱亲人朋友 生命之爱亦有感恩 爱陌生人 彼此温暖的微笑 爱仇敌 同情那被称恨敌意捆绑的灵魂 爱众生 万物之灵 爱生生不息的尘世 自由 公益 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是这个时代的旗帜 是华夏新民族精神 做真公民是策略 更是信仰 极权体制极不自信 所以拿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包装自己 好比一恶徒披上了袈裟 为官者都当真了 也能迫使其接受一些清规戒律 做真公民更是信仰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无毕生之所求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 享有言论自由 选举权等普世的自由权利 等那一天到来时 我的国家也一定变了 公民运动不是一个组织的名称 当下公民群体还不是一个组织 有一天中国需要时 公民会成为一个组织 不是人身依附等级森严的黑帮式组织 而是个人自由民主规则之上的 现代文明政治组织 它的名字是公民联盟 2. 美好中国 美好中国第一稿写于1993年 当时名为自由中国 2020年10月在没有纸笔的看守所完成最后一篇修订 共24篇 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10篇 主题是公民维权运动 包括20世纪 一生为一个梦想 以公民的名义等 第二部分9篇 主题是公民运动 包括中国道路 公民运动 非暴力等 第三部分5篇 主题是未来中国 包括宪政中国 美好政治 美好中国 文明重生 我的信仰 2003年春天 我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公民建议 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审查 建议书落款在自己的姓名前 加上公民两个字 众人合力 朝野轰动 很快废除了收容遣送 自此 一群职业法律人走进公众视野 以法律为武器 捍卫公民权利 推动民主法治进程 这被学界称为公民维权运动 十年间 我们为无辜被判死刑的冤案奔走 被劫食宝宝 黑砖窑奴工争取赔偿 围观黑监狱 救出被非法拘禁的上访者 为数千万留守儿童争取在父母身边上学高考的权利 参选人大代表 推动选举制度的完善 给全国人大提供很多建议 包括废除劳动教养 改变计划生育政策 我们曾经期待 基层民主逐渐向上推进 法治逐渐完善 中国通过渐进改良 实现民主法治现代文明该多好 在一个漫长的臣民社会 我们燃烧自己那么微弱的光芒 努力唤醒国民 一起做公民 一起努力才能改变中国 2012年5月 我们发起新公民运动 后来更名为公民运动 专制必将结束 民主必将到来 我希望中国的宪政 文明转型 走出自己的道路 人民付出最小的代价 改革旧经济体制 长出市场经济 变革政治旧体制 长出公民共同体 无论朝野互动完成转型 还是专制突然崩溃 中国都不会陷入动荡 而是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这就是中国道路 公民运动的初心 苏俄政治转型 经济社会都没有准备好 动荡失序 威权重来 中国不一样 我们有40年市场经济 有初步发展的公民社会 中国准备了40年 我们会继续努力 在旧体制外 长出强大理性的现代文明力量 中国革命不会走苏联的老路 因为我们公民在 我们知道中国必有美好的未来 那是民主中国 自由中国 是公益中国 充满爱的中国 是文明重生的中国 世人敬仰的中国 三 文明重生 华夏儿女的使命不是民族复兴 而是文明重生 民族复兴顾名思义 再现某个兴盛时代 什么时代呢 西汉可谓强盛 但同时期罗马帝国 军事 科技 文化 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 唐朝文化繁盛 但同时期伊斯兰帝国兴起 一千零一夜 阿拉伯数字流传更广 秦朝短命 宋朝均若 梦缘汉人男人不堪回首 明清科技文化江河日下 两千多年了 秦治阴霾笼罩下 虽有唐宋复兴 近代落后实属必然 秦治野蛮专横 以天下为私 打江山做江山 王朝轮回 中华文明之术始终没能长大 反倒渐渐枯朽 近代先辈曾引进了科学 也曾努力引进民主 可最终引进的是共产主义 马列拜物教邪火肆虐 留下这片精神荒野 以西方的共产集权对抗西方的民主自由 以西方的马列拜物教对抗西方的基督文明 以西方之糟粕反西方之精华 焉能不败 一个民族真正的自信 不是决自家祖坟任马列为宗 不是祖先墓地的甲骨和竹简 更不是火山口上言论一律 粉饰太平 伪造盛世 真正的自信是以祖先的信仰文化为根 以当世民主自由为基 14亿人迸发激情活力 创造出世界上最发达的科技 最繁荣的经济 最灿烂的文化 驱逐马列 归根华夏 文明重生 美好中国 三星堆黄金面具 重现天日 我看见了曾经照耀华夏的荣光 我们民族也曾有那样虔诚的历史 与同时期各大文明一样 祭祀扮演着重要角色 商汤网开三面 德籍禽兽 于明条之也是此 下世有罪 于为上帝 不敢不争 那是有灵魂的华夏 有信仰的中国 融入近代科学民主之潮流 日本文明得以重生 印度文明正在重生 中华文明也必将重生 上天留下这片精神荒野 未长出新文明 在更高处认识自然 认识自己 认识上帝 新哲学 新宗教 新科技 新文化 消融文明之冲突 引领人类文明新时代 中华文明重生之根 立于上古 那里有浩天上帝 有祖先丰美的精神世界 有春暖花开的中国 中华文明重生之磅礴力量 绽放今世 倘人人免于专制压迫 人人得以自由创造 华夏定会重现辉煌 凝望铁窗外亘古月光 我同先祖祈祷号天 你创造了宇宙星系生命和人类 启示了智慧 科学 各大宗教 引领各大文明 就像你的孩子 其中一个走失了 三千年孤独磨难 精神荒野 如今终要回家 你正注视着我们这一代华夏儿女 以奋斗和担当 结束专制漫漫长夜 迎来东方文明辉煌重生 自由 公义 爱 有灵魂的华夏 有信仰的中国 四 黎明将至 一个世纪前满清清赋民国出力 然专制幽灵不甘退出历史舞台 数十年内忧外患之后 民国沦陷 专制重来 以共产之名 千年专制回光返照 万岁之声呼天枪地 民国稚嫩的民主 法治 市场经济 雨打风吹去 刚刚站起 脚跟未稳的中国人民又彻底跪下了 这是一股历史逆流 极不自信 所以谎言弥天 以人民为幌子 以民主自由为旗号 维系谎言则靠暴力恐怖 见证之初即大肆镇压 反右运动打断世人脊梁 大跃进 数千万人饿死 文革癫狂 毁炎帝灵 挖孔子墓 绝中华祖坟 多灾多难的华夏 蒙古人来过 满清人来过 日本人来过 一族占领者尚能遵孔敬祖 为苏俄共产主义幽灵 回我中华文化至惨至烈 史无前例 累累罪行 庆竹难输 物极必反 极权癫狂 渐渐散去 人民得享一点自由阳光 呼吸一点自由空气 有了三十多年繁荣进步 燃集权幽灵 秉性难移 垂死之际倒车生生 逆流横行 放眼今日中国 已燃四个全面 经济全面危机 集权体制短期内也许能促进经济发展 燃扭曲市场 浩劫民力 压抑社会 最终沦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高油价 高房价 高税费 国际民生皆被垄断 皆成吸血工具 人民负债累累 消费无力 民穷国也穷 成群硕属倒存财富于境外 大撒币乱投资 掏空国库 维稳体制膨胀 浩劫国力 疫情后 世界经济欣欣向荣之际 唯独中国百业凋敝 民不聊生 应对衰竭式经济危机 他们更卖力吸血撒币 饮阵止渴 政治全面倒退 1980年代曾提出党政分开 如今党要领导一切 领导经济 领导民营企业 领导中小学 领导足球 领导教堂寺庙 阴阳三界 教堂顶十字架被焚烧 和尚列队升国旗 堪称盛世旗观 村籍民主四十年不尽反退 香港百年自由法治被摧残 党内发明妄议之罪 激进道路以目 更冒天下之大部委 公然篡改宪法 妄谋终生失位 华夏儿女 事可忍 孰不可忍 文化全面貂残 十四亿人口的大国 文化影响力远不及日韩 孔子学院全球四处碰壁 曾经最盛大的春节 也因灵魂残缺索然无味 层层审查阉割 互联网上一片消杀之气 电影 电视 文学 艺术 只剩他们的主旋律一个掉了 自文化大革命大革中国文化之命 国人精神世界一片荒漠 一个绝中华祖坟的西方邪灵 怎么可能领导中华复兴 外交全面失败 二战之后 奥运从未遭遇如此大规模抵制 华人从未遭遇如此广泛歧视 一带一路大撒币 只见播种 不见收获 亮中华之物力 结沙皇之欢心 与民主自由为敌 与独服民贼为武 堂堂华夏 何以沦落至此 明明数千万人生活在国际贫困县之下 却宣称全面小康 明明橡皮图章都不如 却宣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明明一党专制 却宣称全过程民主 明明皇帝没穿衣服 却宣称身着世上最华丽的新装 帅恶重力 昏忧天下 六气不和 四时不竭 世纪疫情 中原洪水 浩天井中 山川雷洞 惊不醒皇帝老儿江山残梦 两年前曾作劝退书 如今不复相劝 日月初矣 气数计矣 上天欲使其灭亡 谁能阻止其疯狂 五 我们公民 公民们 黎明将至 三千年专制漫漫长夜 自1840年拉开变局序幕 最后七十多年黎明前的黑暗也将结束 共产集权是条死路 倒行一失不会长久 专制覆灭 中华重生 视为百年变局 亦是三千年之大变局 这是自由对奴役 民主对专制 光明对黑暗最后的战斗 天将大任 无备生逢其时 何其幸运 我们是中国的未来 给子孙后代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取决于我们的信仰和行动 这片千年专制独屋的土地上 国民信仰之迷失 精神之萎靡 良心之败坏 文化之貂蝉 令人痛心不已 新文明需要基石 我们公民就是基石 新文明需要土壤 我们公民则无旁贷 二十年了 从我博士毕业那个夏天 到湖北河南看望艾滋病村 走上坎坷公益之路 在国家信仿局门前被打倒在地 在青年宾馆黑监狱 在宜南县被拳脚相家 在很多个地方被非法拘禁 被以偷税的罪名逮捕 被以小偷的名义关押 作为囚犯转斩于天河监狱 柳林监狱 肯华监狱 孰能有余 以奉天下 想起保罗的信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是什么世代啊 我还有机会分享主的荣耀 从不觉得这世界荒凉 废墟之上还有星空 星空之上是好天的爱 也从不抱怨人民 黎明前的沉默 只因我们的歌声不够嘹亮 因着自由燃烧激情 因着公益仗见四方 因着爱慈悲众生 我那么热爱这世界 我爱这春天里每一个羞怯的花朵 每一个天真的嫩芽 我那么热爱自由 可是为了争取更多人的自由 中国的自由 我一再地被剥夺了自由 生在中原腹地黄河故道 三千年前那里叫中国 偏偏有了一个二十世纪的名字 民权 我那么深爱民国 爱着我们民族那曾一闪而过的希望之光 我是后来者 一生为民权而奋斗 我知道大时代已拉开序幕 我听见历史的脚步滚滚而来 听见他说 去吧 行过这最后的死因幽谷 因着信仰 我背负起十字架 因着信仰 我穿越漫长的幽暗岁月 因着信仰 我以生命拥抱东方文明重生的朝阳 十年了 公民运动 中华大地有多少战力的公民 这个民族跪得太久了 我们任重道远 但也不悲观 不是每个人觉醒才有民主自由 只要百分之一的国民觉醒 一千多万勇敢的公民就够了 足以改变中国 不要以为黑夜有多强大 不可遏止的黎明使它无处遁形 不要以为寂静有多可怕 一句真话使它魂飞魄散 不要以为他们有枪炮我们就绝望 一旦自由意识觉醒 鬼魅亡两烟消云散 枪炮铁甲回归人民 我们的力量不是枪 是人心 不是谎言 是真相 不是计谋 是虔诚 不是仇恨 是爱 记住说真话 真话是有力量的 即便当时没有回响 真相的种子埋下 定会在某个时刻发芽 说真话可能被封号被拘禁 这恰恰体现了真话的价值 勇敢的说真话 智慧的说真话 说我是公民 说美好中国 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在互联网上说真话 在文化山上说真话 在公交地铁里说真话 在山川大地河流说真话 在中国人的地方说真话 记住近十日 每年六月四日近十一天 并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 这是不可遏止的纪念 即便失去自由 依然可以坚持 这是更有力量的纪念 身体虽虚弱 精神更强大 这是开放未来的纪念 我们以小小的牺牲 纪念先辈的牺牲 用我们的虔诚和谦卑 祝起华夏新民族精神 记住公民日 每周日为公民日 各地公民也可以选定自己的日子 这一天公民聚会 关心国家 交流理念 服务社会 这一天佩戴公民徽章 使用公民标识 传播公民理念 记住美好中国 这是一群公民的理想奋斗和担当 那里有中国的未来 有道路 当一千万国民认真读了它 民主就会降临这神奇的土地 记住爱 黎明之前勇气最可贵 勇敢的公民都值得珍惜 不在互联网上恶意攻击 无碍不言 批评时一心怀善念 激烈的 温和的 相互理解 先行者 后来者 相互鼓励 不同组织 不同宗教 相互包容 不同社会地位 不同利益诉求 相互支持 爱着辽阔的沧桑的土地 悠久的文明 勤劳的人民 结束专制漫漫长夜 迎来东方文明辉煌重生 是我们共同的天命 任何时候不被仇恨蒙蔽心灵 心中满满的爱 才有力量勇意前行 当那天到来时 人民走上街头 公民是方向引领者 我们已有强大的公民共同体 我们知道怎样化解边疆民族问题 消融历史的仇怨 我们知道怎样走出经济危机 给国民以信心和希望 我们知道怎样抚平历史的创伤 有真相 有正义 我们知道中国的未来 科学宪政 文明重生 美好中国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说我们颠覆你们的政权 实在不敢当 因为将要颠覆你们的是人民 既然非要把荣耀归于我们 我从容接受 然后把它还给祖国和人民 还给历史 最终归于浩天 因为他安排了这一切 公民许致永 2022年4月 最后还要弄成的官司 我们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后再评点 我们的质量